福州双门前 三十朝五虎的传说 古时福州双门楼 位于原先的聚春园饭店附近 传说闽王王审知最后一个继承人 其孙子王继鹏 后来改名王场 他十分昏庸 淫乐无度 有一年元宵夜 他带机械 宫女 上双门楼 关灯赏月 王场坐北朝南 一边饮酒坐乐 一边观看着沿街灯饰夜景 突然望见几十里远的山迹 有五对闪闪发光的东西 犹如雷电一般 闪得他头昏莫暗 晕倒在城楼之上 左右侍者用参汤罐口 才使他渐渐醒来 此遭遇令王场忧心忡忡 魂不守舍 后来 一个随身的法师 实际上是道士或巫师 法师告诉他 这是城南五虎山五头老虎作祟 看来五虎沉睡一醒 势必危及王国 对吴王不利 王场听了急问 现有什么办法制服 法师献祭 叼三头大狮狮 立于双门前 面君朝南 以至五虎 王场当然言听计从 遂遣人定制了三头狮狮 都是公的 寓意雄狮 三狮摆在双门前 雄伟高大 形态各异 但是 这三狮没能制住五虎 不久敏国便灭亡了 王场也被他的叔父 严戏杀害 到了宋代 在当时统治者眼里 认为王审之所见的城池 过于庄严 因而大兴拆成之风 双门楼也在此时被拆 拆双门楼的时候 把三狮移到古楼前 后因拓建马路又拆古楼 三狮又搬到南门兜 不久就被埋入地下 至今寻觅无处 实属可惜 三狮至五虎 也有人说是抵制闽江口 五虎交的五虎的